跟著米芝蓮打卡來到尾聲啦 希望前幾天推薦給大家的餐廳 大家都吃得開心啦 因為一個比較相宜的價錢 就可以吃到米芝蓮認證的餐廳 今天的跟著米芝蓮打卡 我們會介紹一間地道的老捷號小食店 公和豆品廠 這間餐廳相信很多香港人都聽過和吃過 自從2016年開始 深水埗公和豆品廠就四度獲得米芝蓮評審的清內 成為推介的街頭小食 今年更是第一次製生米芝蓮必比登推介 必比登推介肯定以實惠的價格 提供優質美食的店舖 這意味著消費者可以在香港以低於400元的港幣 或者在澳門以低於400元的澳門幣價格 享受到優質的三度菜式美食 公和豆品廠分別供應豆漿、豆腐花和煎養豆腐 黃金魚腐等等各類的豆製品 產品都是來自自設工廠 豆味濃郁 其中以豆腐花就最為馳名 小編每一次經過深水埗 都一定會進去吃一碗豆腐花來做下午茶 有些朋友甚至是專門跨區 就是為了買他們的豆製品 一間老字號的店舖背後 往往靈開一份人情味 現在公和老字號只剩下深水埗店 店舖的主理人蘇小姐已經是第二代主理人 她接手店舖六年多 逐步將店舖現代化 副面重新裝修 但食物的味道依然沒有變 有興趣的朋友 快點去試試這間富有人情味的東和豆腐廠吧 疫情關係 大家記得戴好口罩 遵守限聚令 和記得要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每天12點 我們都會更新在學玩樂的大卡好去處 還有很多精彩的內容 你千萬不要錯過了